你脑瓜那么灵 我都想一个 一个好的主意 价值连城 我为什么要免费送给你 我都已经答应用最快速度 让你入住了 我也做到了 你要手心用的呀 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跟我做一个交换 如果你同意呢 我就给你出谋划策 我是很保守的 我的要求也没有要很开放啊 什么事情 我想让你假扮我的女朋友 假扮你女朋友 回家见一下父母 你们父母在哪里啊 在上海啊 那你之前 怎么不让他们 帮你盯装修啊 我怕他们的审美会 毁了我的房子啊 所以假扮你女朋友 陪你回家见父母 为什么呀 你知道我父母 他是属于那种 特别严苛 特别传统和保守的父母 其实我从国外回来 已经是非常偏离的 他们给我设定的人生轨道了 如果说我再没有 带个女朋友回家的话 可能我连家门都进不了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 是要从国外回来的呀 当然 我还有一个好想 谢谢 南非是我的闺蜜 也是你的邻居 焦悦我的客户 非常的难搞 你们两个人呢 一个需要假男朋友 一个需要假的女朋友 条件都差不多 都是留学回来的学霸 刚刚好可以互相帮忙 你好 你好 我冒昧地问一下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伦敦大学 烧伤与整形外科 所以你是外科大夫 好 你呢 我是哈佛处学习毕业的 做了七年投行 仅有五年呢是在华尔街 还有两年呢是在伦敦 但是现在已经辞职了 应该算是一个物业青年吧 我也刚辞职 其实在我看来啊 我觉得你的各方面条件 完全是可以找到一个男朋友 然后带回家去给他看的 没有必要找人演哪 也可能一时半会儿 找不着合适的吧 而且听我妈的口气随时都会过来 虽然这次我给他拦住了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觉得还是找一个假男朋友背着 而且既然谎都已经撒出去了 就得把这个谎给圆了嘛 不然后果很严重 是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那我先表个态 我觉得你各方面条件 都非常符合我的要求 那我不知道我的条件 是不是同样也符合你的要求呢 巧了 跟我撒得谎 好 如出一车 好 太好了 看来你们两个是 有缘千里来山会 那就开始吧 好 合作一块